西伯族的刺绣作品线条流畅,形象生动,这离不开对针法的灵活运用,更离不开西伯族人对生活的憧憬。 只有将自己的热情融入这一针一线里,才能绣制出更加完美的作品。 好了,说完了西伯族的刺绣,下面我们要带您走进云南的香格里拉,去探寻那里的藏族黑桃,稍至记忆。 尼西乡汤堆村,在香格里拉县西北部,距离县城30公里的地方,汤堆村总共有140余户,有80多户在从事藏族黑桃的制作。 做桃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。 郭君华是村子里手艺最好的人。 今天,我们以苏油茶壶为例,跟着郭老师一起去看一看藏族黑桃的制作过程吧。 土是制桃的主要原料。 首先要到专门的地方取土。 寻着村里的一条土路上山,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徒步,我们终于来到山上。 这地表之下的红色黏土,土质细腻,黏性与可塑性好。 主要成分是氧化硅与氧化铝。 从专业角度来说,可是上好的陶土。 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地方,取一种灰白色的粉状土。 这些是碳酸盐类,经过数万年的风化形成的石粉。 用来制桃可以降低黏土的黏性,还能够防止桃坯在干燥时开裂变形。 首先,采回来的土置于干净平整的地面上。 把风化砂石和红色黏土按照1比4的比例混合在一起。 然后,用木棍敲击它们,使之更加细碎。 再使用细筛,过一次筛。 过筛后的细土,就可以使用了。 活泥是制桃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。 将土放入盆中,加入适量的水,然后用手慢慢地进行搅拌。 把它们揉活成团状。 揉好的桃泥,手感绵软柔和,细腻光滑。 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制批了。 制批是藏族黑桃制作的最重要环节之一。 藏族黑桃制作工具,极其原始简单。 和以往见到的,在转轮上拉胚塑造出圆形器物不同。 这里没有水盘,没有电动马达,只有七八件木拍,木垫,木榔,木榔之类的工具。 还有一方木案,一块圆中带方的圆底木板,来代替转轮。 取出适量的桃泥,进行反复地锤打。 锤打应在三分钟以上。 经过锤打的泥韧性会更好,将泥锤打成一个近似圆形的形状。 把它放到木头转盘上,把多余的泥去掉。 这个就是酥油茶壶的底座了。 再另取一些泥,锤打成长条形的泥片。 接下来裁成长方形。 把它放到底座上,盘成一个圆柱形。 再用站水的竹拍,拍打连接的缝隙,让它们结合到一起。 从底部逐渐向上拍打。 劈体高度向上延伸。 在拍打的过程中,要加入少量清水, 使双手和劈体始终保持湿滑状态。 这样更加便于操作。 最后,让弧壁的厚度保持在大约5-7毫米之间。 高度提拉到2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。 这时候,从盐口向下3厘米左右的地方,向内侧拍出一个弧度。 完成这一步后,另外搓一些细长的泥条来加高弧体。 大概加高2厘米左右。 然后,在外壁上镶嵌一些瓷片。 瓷片使用破碎的瓷碗作为原材料,敲打成圆形等不同的形状。 利用不同形状的瓷片组合成师傅们心中想象的图案。 将瓷片慢慢地拍打到弧体上面。 在向内调整出一个弧度。 加泥条进行收口。 上面流口的直径在3厘米左右。 再贴上一些瓷片。 有另外搓了一些泥条,用来做连接弧颈部分的安装基座。 用手捏上。 藏族黑桃至今仍然使用世代相传的古老工艺烧制而成。 从采集桃土到桃品问世,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就的功夫。 需要用双手和时间打磨而成。 而它们的价值就在于质朴的纯手工制作。 好了,让我们继续淘戏地制作。 首先将泥片裁成长方形,围在基座的外围。 然后再对称地贴上两个瓷片。 贴好瓷片后,用手将口颜做成一个微微敞开的样式。 开始做虎口部分。 将泥条做成长方形。 围成一个圆圈。 再拍出一个斜面。 完成后,将泥圈放到湖颈上。 将连接的缝隙拍实。 内外抹平并光滑。 完成后,将虎口做出一个向外扩的弧度。 将披体表面打磨光滑。 在手指上,放上塑料薄膜。 滑出几道轮廓线。 放薄膜更有利于滑线。 再做一些装饰用的花纹。 接下来,在湖身上挖出一个窟窿。 在窟窿的周围滑出斜道,来安装连接湖嘴用的安装基座。 斜道是为了连接更加的结实。 下面就要做湖嘴了。 将拍好的泥片踩成一个长方形。 再把它卷成一个桶状。 拍打到5-6毫米的厚度。 踩出一个斜度。 把它连接到做好的基座上。 让湖嘴与湖身贴合紧密。 再对湖嘴的形状进行进一步的调整。 接下来就要做湖梁了。 在上面做出向上条的线条,让湖梁更好看。 然后在需要放把手的位置,滑出把手的连接线。 再开始揉泥做湖把手。 将湖坝的周围调整光滑。 下一步要在披体上面做出图样,也就是雕花。 首先在湖坝上捏出图案大体的样子。 再用塑料薄膜垫在披体上面。 做一些细节的刻画。 电塑料薄膜的作用可使雕刻的线条更加的自然圆润。 完成这些后,塑油茶壶的大体形状就出来了。 雕花完成后,要将整个劈体进行一次全面的修整。 制坯结束后就要进行阴干,一般一周的时间就差不多了,等水分挥发掉70%以上,就能够烧制了。 烧制前,要进行一次烘干,使劈体内剩余的水分挥发出去。 找一处空旁的平地,将陶坯摆放成一个环状,然后在中间生火。 这样是为了受热均匀,烘干要进行20到30分钟的时间。 烘干结束后,将陶坯堆放到一起。 在周围加上木柴,进行下一步的烧制。 火的温度能达到850至900摄氏度的高温。 大约20分钟后,火渐渐地变小了。 气泥像锻造的钢铁一样通红。 这时候,劈体的颜色还不是黑色,烧制还没有结束。 等柴堆快燃尽的时候,要覆盖上一层锯末,向上面撒水,不能让锯末燃起火焰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原来黑桃的黑色是碳元素渗透到粘土孔系,融合到一起形成的。 粘土和碳元素融合的温度在700摄氏度左右。 只有加了锯末,烟气中的碳元素才能够均匀地渗透到桃皮当中。 劈体才能从内到外变成乌黑。 黑桃这种特殊的烧制方法,是它与其他桃器最关键的区别所在。 三十分钟后,用木棍把埋在灰堆里的桃器一一挑出。 烧制好的黑桃取出后,表面附满了黑色的灰。 先用干抹布将每个桃品通体擦一遍,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光亮无黑的黑桃成品了。 油队调效果ؤ館接生 Wizard, 烧音效果则预知那ため12G1T1。 今就闻线客人。 歧面箏了。 感谢观看